就是os 刚刚有学过os.system 后面可以加一些命令提示资源里面的输入输出的指令 第二个os.paste 目前的那个这个paste应该顾名思义 目前的这个路径里面后面点elix 是不是检查一下这个底下有没有这个档案的存在 所以然后如果是的话就把它履目掉 ok 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之前我们是用dir 假设我今天不要用dir 所以这个dir这个我可以把它删掉 假设我不要用dir这个也可以把它删掉 但是我需要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都帮我retend回来的话 其实这边他提供给我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叫做os.work os.work的使用的方式比较特殊一点 你必须用一个回圈去把它里面全部东西捞出来 怎么捞特别注意 他因为在一个目录里面他会提供给你三个东西 什么三个东西呢 比如这个圈有他第一个会retend给你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的路径在哪里叫root 第二个里面的资料夹有几个 第三个这个目录里面有几个档案 ok 所以这个旧的先把它删掉 等一下不然错误 ok 所以会有三个东西retend回来 那我必须要去接它 第一个叫root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叫你的那个路径的根目录 目录名称 第二的话就是你的档案 会有很多个假设你目录里面很多目录 他dis 第三个呢 他会retend给你里面的档案叫file 我给他取名称叫file 所以这三个名称自己取的 后面加个in 空一格有点像 for什么in 后面加一个os 点work work的话意思说帮我把它里面找找找 找瓜胡 他会问你说 那你那个目录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那个目录名称 给他 那我偷懒一下 拿这边来call 这个 在c底下的这个 里面有个全省邮局地址 把它放过来 然后后面加一个后双引号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目录里面 帮我检查一下 那其实 他会给我们三个东西 可是其实我只要一个 就什么呢 其实我只要这个file file 他会帮我把这个丢到 这里面的所有档案放这里 如果有目录他也会放 不过这个目录跟这个名称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主要是需要这个files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ok之后的话 那后面再加一个冒号 这个最后结束冒号 需要什么 file 所以你这边files 你把它print一下 那你会发现 主要是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其实 不复杂 但是 非常重要 以后 可以靠这一行 直接可以把目录 所有的档名 副档名都抓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print一下 看到不ok 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个时候 他就把file里面 有没有 三重 中立 一直25个 到凤3 全部都帮你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那不就等同刚刚dir的结果 但是dir开头第一个不要 可是这个第一个要不要 第一个要嘛 因为他那个dir 然后同学问到说 那我怎么会多一个dir点 没办法 因为他会先建档 再dir输出 所以会多一个 那我们刚 凤回圈里面就避开0嘛 ok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ok了 那接下来怎么做 就很简单嘛 这个print就不要了 那剩下来就是什么 把这个程式 我run一下 怎么run这边就好 这个注解拿开 但问题 他一层回圈 然后回圈第二层回圈 所以记得 请你把第二层回圈怎么样 一直到print上面 请你再下一阶 所以特别最好 这个哪一个 选到哪里 选到print上一行 ok 也就是 这个for回圈里面的所有程式 再按一个table键 让它怎么样 下一阶 ok 意思是说我先取得 那个files里面的所有档案 然后呢再做什么 做后面的事情 所以刚刚那个 我是丢到第11 不过现在是丢到files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盖过去 就好了 files 然后这边也叫file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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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